哈喽大家好,我是凌晨不雪 历史建筑保存不单单只是外在的样式 同时更需要保存旧有的构造材料 建筑技术与工法 在台湾,日之时期遗留下来的木造建筑 至少都有70年以上 位于南港昆阳街的松山辽阳所所长宿舍 则是有约百年的历史 但因为缺乏照顾而日渐残破 今天要介绍的木造工程 就是要修复经过长时间荒废的木造建筑 究竟师傅们要如何细心的回复松山辽阳所所长宿舍原有的样貌呢 现在的小朋友、年轻人又没有人要写 所以说可能往后这些东西在台湾可能就会渐渐的消失 日式木造建筑的主要架构有屋架、肘镯、床镯跟基础等等 最艰难的地方就是要在尽可能使用旧料的原则中 抽换修复因为台湾湿热天气腐朽的木材 这一栋是松山辽阳面 那我们这里的工程现在目前已经进行到修复门窗 几乎都快完成了 门三四十组 窗可能就一二十组吧 它最主要就是要让里面空气流通 因为日式的东西都是木材 里面潮湿的话木材很容易烂 所以它的门窗特别多 今天要介绍的部分则是木座修复工程最后的门窗、家具的部分 想不到这个地方也是师傅们要修理的范畴吧 这一栋比较特殊的 它的门不是做仙子 它都是做板门 整片门都是用木板 会比较密合 窗跟门的做的步骤都差不多 要做一个窗户 它一定要先量它的尺寸 长一宽 先量出来 然后量好之后再放样 放样跟放样好的时候一定要先裁剪 然后拋光 拋光以后才开始做它的筍接 然后筍接做好的时候就组合 一个门窗完整的时候要拿到现场 合起来如果不合的话再整修一次 才能算它完工 完工以后它还要装它的五金 它的配件 还要油漆还要装玻璃 所以说一个门窗做起来其实它的工作蛮多样的啦 不再像它看起来就一个门窗而已 但是它的细节蛮多的 辛苦是辛苦啦 但是我们学到这个你不做这个也没办法 我们做师傅的 只要完工责任完成了 验收通过我都觉得蛮欣慰的 像我师傅讲的 以后就带你的孙子来说 这阿公做的 这样而已 现代工程比的是速度 但老房子需要的是细腻的活 每个时代工法都需要细细琢磨 为了就是要呈现最接近原貌的样子 希望修复完成后 你也可以一起来这里看看 这些老师傅们精湛记忆呈现的风貌 这些老师傅们精湛记忆呈现的